去九成和猫阵后,AG春季赛一次再引入FMVP选手 大名单又新着战免,到底怎么回事呢 2020年1月20号KPL春季赛 选手转回期挂牌阶段已经结束 同时来到三天激烈的竞拍期 由于AG的消息甚少,所以一有消息爆出 瞬间引来了AG粉的热议 AG一次要再次引入FMVP选手 据说这个选手就是K甲勾杀机的白野白衣 暂时竞拍价230万 对于K甲选手的价格虽然不低 但看上白衣的俱乐部并不少 毕竟他在K甲的表现非常亮眼 值得各大俱乐部空抢一番 即便AG被爆没有太多的预算 但200多万AG还是有的 而且白衣对AG现在的状况再适合不过了 因为AG出身的打野应用值和带节奏的能力 确实没有达到顶级打野的水平 所以背坏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春季赛AG不引进吸引王 就不能给他造成危机感 不逼一逼确实不行 一旦春季赛出身拉垮 还能用吸引王补救一下 不然AG俱乐部又会被喷得体悟安服 所以说白衣是AG不错的选择 但AG是否能净快到最后 还得等俱乐部的官选 其二就是有时C有时不塞的阿哲 中规中矩似乎很强 可即便拿下国一马超 也没能打出效果 反倒连败 也很有可能是队友间配合了问题 不过这次AG战变也补强了一手 所以有消息爆出 AG将AIC的战变一安列入春季赛大名单 相信这两位替补的加入 出身阿哲定会压力被整 不努力就会被淘汰 对此小伯爷们想说什么呢